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打開紀錄1比0才緊 高尼路那些佛球 角球經常都建功 再看看 慢鏡一斬 前面都頂不到 漏了給高尼路 塞到位 在遠處之前 頭錘鑽了一網 還有一次慢鏡 豪豬德這個球的落點也很漂亮 中間漏了給高尼路 是頂入的這個球 好了 再看看 繼續比賽又怎樣 這個球斬了 仙奴一線 跟著肯跪這邊 哎呀 力了 仙奴 入攝成功 左腳門前狂抽掛網 2比0 贏了 再看這個球斬過來 批來批去後面 守門員出來的時候 拼不到球 高堅斌拍不到球 被仙奴狂抽入網 2比0 贏了 港聯人到2比0 這球是歐韋倫 失機 比過來左邊 肌膚就入了 這個球 貪工 歐韋倫這個球 貪工 拆過來左邊 袁哥馬下角有個肌膚在這裡 大家都隱約會見到肌膚的 剛才紅衣的17號肌膚 如果給肌膚可以射空門的 這個球浪費了一次入球的機會 廣東隊的助攻 看這次是怎樣 一斬 好奇了 陳家祺出來 可惜 拔中坦剌手 幸好回手 搬上球 還有慢鏡 看 這是看到吳亭鋒刪進去 陳家祺一接一接 拔中坦剌手 幸好也接Ron 其實上半場 那個入球數字是絕對會多過兩球的 我再次強調 今屆三鮮杯港聯可否得到冠軍 其實關鍵已經不在第二場作下 因為第二場港聯一定會死守 還有他們有足夠的條件是防守的 問題就是第二回合將會吃老本 第一回合贏多少球 第二回合將會有更大的信心 可以得到冠軍 港聯上半場的表現是不錯 無果火營不錯 但我仍然嫌他們 贏了兩球之後 不繼續再努力去爭取入球 這個是最不治的一個 打兩回合賽制的賽事 記得這個南華對這個 清水心跳 三比二 兩個入球被人去到被人數六顆 可想而知 你自己做主場的時候 你盡量爭取入球 現在這樣看 港聯上半場只拿了兩個入球 真是不滿意 應該藉著上半場 對方廣終局的守衛 未能站穩陣腳而仍然很亂的時間 應該可以繼續爭取多一兩個入球 這樣就不同打法了 看看下半場 港聯有沒有辦法再拿多幾個入球 拿多些本錢上去 打得是足數很多的 基本上其實在兩個入球之後 唯一只有歐瑞倫的單刀 是有入球機會而已 其餘似乎在前面是立了有 歐瑞倫那個球如果給姬夫的話 拿著三球 這場賽事就 我們不會懷疑鄉那裡贏的問題 我們當然希望他會贏多一點 安德烈今天打得不錯 這個球員在早前都受過傷 現在是在這場賽事 去做簡單的工作 是做得相當稱職 而蔣世衛中場的分球 也有他自己的水平 豪珠早前也是撞車 是有點意外 現在沒事了 我想問一件事 這隻杯如果第二回合 可不可以換人的 廣東隊有沒有協議呢 如果沒有協議 可以換人的 完全有不同打法了 我為何要這樣問呢 我覺得 現在在第一回合 這些球員 他們全部起用一些年輕的新手 當然他們的技術 沒有人徹底成熟 新年 又欠缺一些大賽的經驗 他的表現 當然就不是那麼理想了 但如果第二回合 他換過了一些人 又不同打法了 但是他的問題 主要除了換不換人之外 就是因為他這次 為何會這麼闖著成軍 我都了解過 因為主要他隔B的隊伍 就去了昆明受訓 而隔B的隊伍 因為剛剛結束了不久 也歸不了隊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們多數以球會的利益為前提 很多主力球員都不肯放 所以我想這也對他們祖軍有個影響 主要就要靠自己